他這個醬怎麼瞎七八糟咧 他的眼睛都在盒子上了咧 這個這麼恐怖 這看起來就是很狂 就是要把你的味覺塞滿的感覺 好吃到流落 很欣慰啊 披薩他就進步了 掉了 開吃 我們今天要吃的是這個 地聖客湯圓蒜頭雞披薩 萬聖節限定加碼 他們說這個是眼睛 但是我看起來像另外一個東西 阿菊這個不能播這個性暗示了 這是眼睛啊 這哪有什麼性暗示 你要去怪畢聖客啊 跟我沒關係啊 披薩是他做的啊 先看一下 他一次十顆飽滿的芝麻白玉湯圓 加上特調黑凱薩醬 打造出一整圈的眼球怪物 中間的披薩口味則是 蒜頭蛤蜊雞 感覺很厲害 好啦那我們要把它開箱了好不好 看看我們拿到的跟他有沒有不一樣 5分鐘後 給你們看囉來囉 3 2 1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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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他這個醬怎麼蝦七八幾的呢 他的眼睛都在盒子上了呢 眼睛被戳瞎了呢 把那個醬拿下來沾一點吃吃看好了 凱薩醬的味道 但是感覺少一點奶味 沒那麼濃 感覺是那種低卡路里的沙拉醬的感覺 好啦我先來挑一片 那一片眼睛是完整的 來給你們看 這是完整的一片 這個是眼睛沒有被點掉的 我覺得其實 美觀上面還蠻舒服的 因為他們有太多奇怪的東西 你看這邊 蒜頭就一整粒 我蠻喜歡吃這個蒜頭配這個雞肉 或者一些什麼其他東西的 然後後面這個湯圓嘛 通常那個餅皮後面這個 不是都只有麵包嗎 他又給你加一個湯圓 等一下我們來吃吃看這個湯圓如何 那我來囉 再吃一口 先把前面吃完 嗯 不知道怎麼形容他 因為他沒有一個很強烈的味道 無法形容 不是無法形容 就是他沒有一個很強烈的主角 像我們之前的 蒜香黑咖哩啊 或者是什麼 畢森克什麼蝦喉酥啊 一個比一個狂 一個比一個猛 這個我吃下去 就是那種 淡淡的那種 蒜頭跟雞肉炒在一起那種味道 然後搭配上一些蔬菜的味道 然後一些洋蔥甜甜的 然後他起司味道也是淡的 局組長眉頭一皺 發覺事情不對 沒有很強烈的味道 本身就很可疑 不是 因為像我們之前你看這個嘛 像這個五根長旺啊 或者是什麼這個什麼 鹹酥雞披薩 你看 這個 就這麼恐怖 看起來就是很狂 就是要把你的味覺塞滿的感覺 這個就是一個 看起來蠻舒服的 沒有那麼強烈衝擊性的 蠻美觀的 因為我之前對畢生客的印象 他就是比較狂一點 他的味道都要很樸出 然後都要很 就是重口味 就是跟他之前做的Pizza很不一樣 這個就是一個很清淡 然後帶一點那種中式味道的感覺 難道這就是所謂的 食之無味器之可惜的Pizza版嗎 不是不是不是 我先把後面這個吃完 先把眼睛吃掉好不好 來 這個蠻好吃的耶 他吃起來不是那種煮成什麼 他是那種烤湯圓 類似是你把湯圓拿去那個烤 這蠻好吃的 他會這個 它是餅皮捏 這很好吃耶 這後面 這後面搞不好是 我們吃畢生客 可以給最高分的 這後面這個真的是 一個小甜點耶 吃起來很舒服耶 芝麻上面很甜 可是他這個 加上有一些麵皮 所以搭起來就剛好 前面那段我有點吃太快 我再吃一塊 再評論好不好 所以我沒有蒜頭啊 我一定要吃一個大一點的蒜頭 他蒜頭烤過耶 烤得軟軟的耶 我把它加在最前面 蒜頭控可以吃大汗口一點好不好 來 他黑眼 我覺得是好吃的耶 它的蒜香味很足 它沒有那個 強烈的那個蒜那個蔥味 一口吃下去 它的餅皮是屬於比較偏薄的 然後它上面的料 也都是屬於比較清淡口味的 可是我凱撒香就像個點綴的功用 又沒有到那麼嫩啦 那是就是還可以接受 吃下去比較多的口感是 那個洋蔥還有蘑菇 還有那個起司 吃起來蠻舒服 就像一個小的鹹派 我喜歡它那個蒜香的味道 因為我本身是愛吃蒜的 吃一些水餃或什麼麵點 我會喜歡加一點蒜 它那個蒜香跟雞肉搭配的不錯 不會有那個嗆味 聽完你的講解以後 就是不如點一個胡椒餅 跟一碗湯圓的意思 這不是胡椒餅 它是湯圓蒜頭蛤蜊雞 啊 有了剛剛沒吃出來 那股鮮味就是蛤蜊的煙 它有應該是有加那個蛤蜊的汁啦 它有一股鮮味在裡面 然後把那個餅皮弄得更有味道 不知道是不是加鹹筋在裡面喔 嗯 吃下去前面的口感就是 真真的是蠻舒服的 它本身顏皮不厚 一口來講負擔不大 然後又沒有什麼重鹹或重辣 他的眼睛都很明亮黑白分明 你的像的白內障 哎呦這個眼睛也不錯啊 點它那個上面的芝麻 啊我知道可以有一個可以改進的地方了 就是它應該鹹的部分嘛 它可以淋黑凱撒醬 可是它湯圓上面應該 不要淋黑白炸醬 因為它跟鹹的就不搭 它應該去淋這個芝麻醬或什麼的 這樣就更完美了 我覺得起碼可以加個兩分 它外面不該去弄這個同一個醬 它應該是要弄兩種配料的 我們再來把後面這個吃完好不好 好我們來總評一下 我也不是隨便評評 我們也是身體力型 長遍各大必勝客 經典口味 2021年的6月的粽子 2021年10月的 混香黑咖哩 還有根糖旺 你看 你聞一下什麼 這是3月的 再到這個2022年5月的 這個鹹酥雞 你看必勝客之前出的一個比一個狂 所以我也是帶著一個這種 稍微有點小害的話 你也不知道它會把它 蒜頭雞跟那個融合起來是什麼感覺 它那個前面的部分 都屬於比較清淡口味的 它不會讓你就是很重鹹或重甜 它吃下去就是幾乎吃不太到什麼 凱撒醬的味道 就是如果它沒有跟我講 這是黑凱撒醬 我有可能還要特別去舔一下 才有可能輸出什麼醬 然後它的醬就是一個點綴 然後主要吃下去 先是蘑菇的鮮 還有那個洋蔥的甜 還有那種我加量的起司的味道 就整個吃起來就已經不錯了 然後它那個整顆蒜頭 我剛剛特別拿大顆嘛 又有那個蒜香 它這個前面是我吃到就是 目前為止吃過必勝客最好吃的了 然後後面它那個餅皮 因為它是用薄的 然後加上那個芝麻湯圓 就像一個兩段式的攻擊 先吃一個鹹的 然後又給你吃一個甜的 這個甜點也有了 哇那我們最近突破了呢 那就是吃這個麥當勞那個熟餅堡嘛 我說是我們吃麥當勞特別系列 有史以來算是最好吃的嘛 結果今天又吃到一個這個必勝客的 是有史以來我覺得最好吃的 咬打之前的這個鹹酥雞 有什麼蝦紅酥 那個真的很恐怖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吃 那5顆星的話 以它這個價位 可以給個大概3.78顆星 我覺得這個真的還行 看看一下 好吃到劉樂 很欣慰啊 披薩卡就進步了 閉嘴胖子 你就繼續吃繼續胖 還敢跟我約夏天去海邊 我就是比較稍微腫啊 海一下氣就會瘦啦 你沒有看過那個氣球嗎 好再給你們看一次 再給你們看一次 我們要修起來了 剩下的PIZZA怎麼辦 你說剩下的怎麼處理喔 喔就是一樣啊 不是都跟你們講過了嗎 我媽媽有個朋友是VIZADONE啊 會不會等一下去請他們家吃啊 我我也不是不喜歡吃 是因為我要減肥 好我們要把那個拿出去 等會等一下 不喜歡啦 不喜歡啊 我應該會不會再要 加油 好 這樣 沒有 好 呈 by bwd6